Paris 負責幫忙做了一個新的系統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有產界 這個系統為何會流出來 其實這個系統上次是清衣 我們剛開始多人有一天比較實色 所以我們那天看到過程後做了一個檢查 看看實色的原因 發現最大原因是因為登記入住的過程比較湧長 所以我們從問題開始出發 想做一個系統令市民能夠到隔離設施時 不要用太多時間等候入房 所以我們想一個系統希望電子化 令他們先可以入房休息 在他們自己的時間裏再用時間去慢慢登記 即將過程讓他們先入房再做 是的 我們昨天在港珠澳會做了一個測試 昨天在港珠澳發覺大車 即使是二、三十人左右 由他到入房後 然後車離開 即使是二、三十人左右 大約在十至十五分鐘便完成 所以盡量令市民需要因為等候入房的過程 令車子等太久 因為我記得第一次 就是很多車在房間的情況 雖然你盡快處理 但過程時剛好建立 現在你有一個改善 Ferris 可以簡介一下 我們利用了創科局下一個平台 建立了自助登記的入住系統 當病人進入房時便會見到一個QR Code 他只要拿自己的手提電話出來 我現在用一個平台來填寫 然後掃描這個QR Code 它便會進入一個電子表格的版面 試試看 電子表格的版面 會有一些資料是需要入住的人登記的 有幾個部份 當然是渡過的資料 安排的房間號碼 它是印證可以填上的 還有一些溝通語言 和基本資料 只要根據選項去填上 證明一些個人的資料 當然最重要是電話號碼 讓我們小區管理人員 可以有需要的常選 除此意外 我們都會很關心的狀況 都會有一些版面 給他輸入現在有什麼病症 我們安排適當的關注給他們 到下一個部份 都是關於接種疫苗的安排 他有沒有跟一些高位人士同住 我們都是安排入住的時間的長短 最後一部份 其實都是關於一個事程安排 入住的市民是可以去選取 其實我是需要素食 或者他不吃哪一種肉類 填完之後 有一個驗證碼 驗證碼彈完之後 再按多一鍵 就可以將這部份 成功轉移到我們另一個儲存的資料 我們看到它的資料 就會作出雙方的安排 照顧他們入住的需要 你整個在QR-Code 輸入 可以完成過程了多久 大概5至10分鐘左右 就可以做成的 因為很多選項 已經設定了一些特定格式 它可以按到一些日期 就不需要逐個逐步自打 當然我們都考慮到 有些比較廉長的人士未必適用 我們都有預線電話 可以打給我們工智員 我們可以幫他們填寫 當然這個系統 因為是剛剛新的 我們都相信有些市民 不是太熟悉 我們都做了一個教學的影片 都是用一個電話 掃一掃 學了一個Code 然後呢 我們就製作了一個 一個入住寫區隔離設施的人士 在登記前做一個 拍了一個選項 當局已作出檢討 一日電子表格 正間入住登記的程序 入住寫區隔離設施的人士 或派發一個QR Code 登入版面 根據選項而寫資料 方便工作人員一盡有關的事件 我會解釋給他聽 我會解釋給他聽 一步一步 他應該可以怎樣用這個方法 我覺得這個程序是非常好 另外一件 我對你們最照顧到他 就是入了房才進去 就不用做完手續 才等入房 每個都是一個較為不安的 一個安排 這一個他進了房間 其實時間鬆動很多 是吧 那你怎樣開頭安排到他入房間 這個程序是怎樣做 當病人透過旅遊巴 來到我們隔離設施的時候 其實他到埠之後 我們會做一個簡單的登記之後 其實就會盡快安排他們入房 因為我們事前已經知道 大概有多少病人會來到 我們已經安排好一些清潔好 預備好的房間給他們 所以其實我們都預好一些房間的號碼 有可能他是兩個人的 你一早知道 就安排一間房給他 一個人的 盡量可能安排一間 那就是一個程序 在來之前就已經做了 來了之後就入房間再做 就不要在進房間之前 所有就即壓在那裏 這個我覺得很好 多謝你人性化考慮問題 我相信每一位設施裏面 都不斷會改善 我也看到有很多不斷改善的措施 精一求精 知道 我相信在過程裏面 入住的人士 有時都表達了一些意見 我們之後又會再看看 怎樣盡量幫到的人 我們都要明白 進來隔離 雖然是一個必須的 去確保他不會傳染給家人 或者社區的措施 但畢竟都是新環境 畢竟都是不習慣 我們都要明白 盡量令到他交易 感受會好些 我也看到食物方面 供應一些需要的物品 兒童的照顧等等 都不斷去人性化 我繼續努力 我也多謝你們 這是重要的 因為隔離設施 真正發揮的力量 當然除了令到可以離開社區 在隔離設施不感染其他 以外整體對隔離設施的使用 都是一個配套 這個配套做得好 大家都會更加 下來共同抗疫 產業整體抗疫環節 這是重要的 好 多謝你們